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浙江领跑科技有限公司 在香港首次公开募股 共筹集了约63亿港元 约合8亿美元 知情人士透露 领跑汽车将此次发行定价为每股48港元 属于该市场的底部区间 该公司以每股48港元和62港元的价格 出售了1.31亿股股票 该公司的外部事务代表拒绝置评 由于中国的动态清零政策对经济的影响 亚洲金融中心的下滑速度将超过全球平均值 今年总体通过IPO筹集的资金 比2021年同期下降近80% 但是领跑汽车仍然发行了一系列 与香港大宗交易等量规模的上市 因为中国政策对新能源汽车的鼓励和支持 新能源汽车品牌受中国监管机构审查并不严格 这也导致的整个行业技术规范难以形成 外国机构无法从严地核实造车企业资质 从而导致海外推广受阻 此次IPO是在去年中代股回港上市潮之后进行的 两国监管机构之间的争端 促使领跑 理想 小鹏等公司将在香港上市作为替代方案 这些公司通过在香港上市筹集了约38亿美元 而另一家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贵来汽车 在未筹集到资金的情况下 也选择了今年三月在亚洲中心首次展出 招股书显示 领跑汽车计划将IPO收益用于业务扩张和品牌知名度提升 包括浙江产业基金和金华产业基金在内的 五家即时投资者同意购买约3.085亿美元的股票 该公司主要专注于中高端电动汽车市场 价格区间为15万至30万元人民币 招股说明书援引Frost & Sullivan的预测 到2023年 该细分市场将出现最快的增长 领跑汽车2021年交付43748辆 今年上半年交付51994辆 摩根大通 中国国际金融公司花旗集团和建营国际 是领跑汽车这次公开入股的联席保健人 股票定于9月29日开始交易 领跑汽车这次能否在市场背景不好的情况下 完成IPO目标 中高端电动车市场是否能在海外找到出路 当今电动汽车海外入股 还能否继续吸引投资者关注 请在下方留言区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参照 Bu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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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